Hi 大家好 這裡是飛千辛 我是Jason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Wineskin在BattleNet上面執行Windows的遊戲 那這一次則是要跟大家再分享 怎麼樣去執行Windows版的Steam 同樣的這次會跳過很多Wineskin的基本操作以及介紹 請還沒有看過這個系列第一集的人 一定要先去看一下 對Wineskin的基本操作以及安裝有個認識 等一下才不會看到有辦法就卡住 執行遊戲會碰到的坑非常的多 Steam上面的遊戲又千奇百種的 要排除的狀況比上次在BattleNet上面執行Windows的遊戲 還要多非常的多 所以還是建議使用Wineskin Winery 獨立建立一個新的容器 專門拿來給Steam安裝Windows的遊戲使用 這樣子如果出錯的時候 隨時可以把它刪除再重新裝一個就好了 同樣的在安裝的時候先更新一下 然後並且選擇最新的Engine版本 建立完畢打開啟動台點一下新的容器 接著在Wineskin上面按一下Install Software 開始安裝SteamEXE的安裝檔 安裝的過程中 一樣會看到一些自行無法顯示的問題 先忽略它 安裝完畢之後如果執行 你只會看到一個黑色的視窗 這是登錄視窗 但是你沒有辦法操作它 那我們就先將這個視窗關閉 接著Wineskin會跳出來要你選擇 這個容器之後執行的預設EXE執行檔是哪一個 這邊我們就選擇Steam.exe 接下來我們要先進行一系列的處理 才能正常看到的登錄畫面 首先是自行的部分 先下載影片說明區提供的自行檔 接著將自行檔複製起來 然後到Steam App的資料夾 點右鍵選顯示套件內容 在這裡面依序進入 Driver C Windows Phone 然後將自行貼在這邊 接著回到Driver C那一層的資料夾 執行Wineskin 點進階 然後再點Tools 接著點左邊的Registry Edit 打開登錄檔編輯器 點左上角的匯錄 選擇剛剛跟自行一起下載的 CHN底線Fonts.reg這個檔案來匯錄 完成之後就關閉編輯器 接著打開網頁下載一個開源字型 叫濕源黑體 進入下載頁面後 點對下面的Show All顯示全部 裡面會有一個90MB左右 OTF的繁體中文台灣的檔案 下載後解壓說會得到7個字型檔 將它們全選之後點兩下 直接安裝在Mac上面 安裝完畢之後打開字體部APP 點我的字體 如果有看到濕源黑體出現在這邊 就代表安裝成功了 重新打開Wineskin的登錄檔編輯器 按下Cmd F 搜尋關鍵字 Fone Substitute 搜尋結果會看到 MS Share DLG 和MS Share DLG2 點兩下可以編輯 將這兩個都修改成濕源黑體 完成後關掉編輯器 接著打開WineTrick 在裡面搜尋DXVK 展開DLS 勾選最下面的DXVK Master 這是用來處理3D影像的套件 接著按下RUN執行 完成後再次搜尋VCRUN2022 這是V9C++的套件 一樣勾選後按RUN執行安裝 最後回到Wineskin的設定畫面 編輯執行檔後面的文字 再後面加上三個參數 分別是排除方塊字型 用32bit執行登錄畫面 以及用精簡模式開啟Steam 修改完字型再加上這三個參數 就可以打開Steam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正常看到登錄畫面了 記得勾選記住我 第一次完成登錄後 Steam可能會跳掉 那就再執行一次就可以了 成功打開之後 就可以開始下載Windows專屬的遊戲了 遊戲它的檔案容量都比較大 下載時間非常的久 如果你怕Mac進入休眠之後 導致下載中斷 可以參考的另外一個影片 讓Mac不要進入休眠 這樣你就可以順利的完成下載了 那因為剛剛有加參數的關係 所以打開會是精簡模式 在這邊可以點上面的檢視 將它切換為普通模式瀏覽 但不建議使用Big Picture模式 因為它很容易當掉 當掉之後會造成Steam沒有辦法再打開 那其他兩個模式其實它也是會當掉 只是它的頻率沒有這麼高而已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重新開機通常就沒問題了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可以試看看 打開Wineskin進入進階 然後點選Tours 點最下面Kear Wineskin Process 接著用活動監視器App 搜尋Wine這個關鍵字 刪除所有相關的活動 最後在Wineskin的容器內 新增一個假的資料夾 等個10秒左右之後再刪掉它 接著再執行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你再多試幾次通常是沒問題 那如果重開機和剛剛的方法都沒有用了 真的不行的話 也可以考慮將容器乾脆刪掉重新再建立一個 在刪除之前先進入Steam的資料夾裡面 將存放遊戲的資料夾 Steam Apps翻譯出來之後再刪除這個容器 接著等你重新建立完一個新的容器 並且安裝完Steam的時候 再把這個資料夾重新搬回Steam的目錄底下 就不用再次的下載遊戲了 想要手把玩也沒問題 同樣也有支援震動的效果 但記得必須在啟動遊戲之前就先連好 才能偵測的到 實際執行之後會發現 有一些遊戲它可以完美的執行 但有一些它必須要做一些設定的調整 或者是有一些瑕疵存在 像是GTA V如果是用DX11的話 畫面就會非常的板 要改用DX10才會正常 機械人大戰三個版本的大地圖 一樣都沒有辦法顯示3D的建築物 X和V這兩代進入戰動後會明顯的感到延遲 但30就不會 失落的方舟可以看到一些貼圖的錯綜 但影響不大 不過由於它有反作弊極致的主打 使用Y是沒有辦法進入官方伺服器遊玩的 另外有一些遊戲只要特別安裝一些其他的DLS檔 像是三國創7就要打開YTREAK 安裝V9C++2010版 接著再到設定裡面選擇視窗模式 關掉動畫 垂直同步改成2 然後多開幾次就能啟動成功了 三國志13也有一樣的問題 但設定工具連開都不能開會當掉 只能到登錄檔編輯器裡面找到設定後 將Movie Mode改成2 就是關閉動畫 Screen Mode改成0 就是視窗模式 但不知道為什麼要成功啟動它的機率 比三國創7低非常的多 在你玩過一些遊戲之後 會在你的Mac上面的Document 文件這個資料夾上面產生很多的附屬檔案 如果不想在這裡看到這些檔案的話 只要打開YSKIN的設定介面 點Tools之後進入Config Util 接著點選桌面整合 將下面的文件資料夾的連結 修改到自己想要的資料夾就好了 Steam Link的部分它也能夠運作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聲音始終是保持在Mac上面輸出 就算我用Mac版的Steam來用 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但既然現在已經是用Mac了 如果是搭配Apple TV的話 直接AirPlay也是可以在電視上面玩的 用玩SKIN玩Windows上面的遊戲 的確是會受到一些限制 那有一些遊戲甚至在畫面表現上 必須做出一些讓步跟妥協 但總是給M1、M2這些新一載的Mac 有了嘗試的機會 如果你也想在Mac上面玩Windows的遊戲 還是值得你試看看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